走 我們看到這個是 伊朗的報紙頭條 導播我們要知道近一點 伊朗報紙頭條到我看不懂 後來有人翻譯 上面寫什麼 台灣獨立是合法權利 我嚇死了耶 伊朗不是跟中國很好嗎 是啊 怎麼突然這樣講呢 你說中國最近 把伊朗給惹毛了 而且國際政治不是大家都能夠玩的 你要懂到那其中的妹妹格格 這就是這樣 伊朗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跟中國是非常好 他們簽了四千億美金的 互相的購買這個協議 結果被他最幾天的時候 這是伊朗很多報紙都看出這張照片 台灣獨立是合法的權利 他什麼 這些投擺頭 他公開就挑戰你中國 還有這個 你看另外一個推特上面 他直接給你秀出這個 小熊維尼耶 他直接這樣子 你看 中華民國的國際 對 然後中國跟台灣 這樣一邊一裹這樣 然後小熊維尼一個問號 你想說伊朗到底是幹什麼了 抱歉 很簡單一個原因 因為中國這一次 習近平去訪問這個海灣國家的時候 他們達成了一個聯合聲明 那聯合聲明裡面有一點 真的完全惹毛了所有的伊朗人 他說什麼 第九點他說 雙方領導人的聲明 支持所有的和平勢力 包括阿拉伯聯合大共同的倡議 透過雙邊的談判 按照國際法的規定 和平解決大通部小通部 還有阿布薩木三個島的問題 然後根據聯合國的合法性 解決這一個問題 講得很抱歉 平八穩啊 對 但問題是你捅到了一個大樓子 因為這三個島沒有錯 沙尼阿布聯合大共同 恭喜我 但是呢 伊朗說這是我的領土 寸土不讓 所以在第一個時間裡面來說 你看 伊朗的外交部長就說 這三個島 這個三個波子灣島嶼是 伊朗永遠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跟中國一樣 對 伊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我們祖國永恆財產的一部分 所以你只捅到了伊朗 所以為什麼伊朗人就開始出來 那我們 台灣獨立 對 那你要這樣說 那我們可以說台灣獨立 你如果覺得小通部島 大通部島 阿布莫薩島 你是可以 誰說可以談的 對 那台灣就可以談了 對 所以台灣是獨立的 是合法的這個權利 他就直接這樣跟你挑戰 另外你看 這裡面推特在那邊說什麼 如果你對伊朗 大通部小通部 三個島有疑問的話 那我們也對你說 你擁有台灣 統一中國想法有疑慮 所以就這樣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整個惹毛 所以伊朗人 伊朗現在就開始 很多人都已經 真的對中國非常不爽了 所以你想去討好沙烏地拉伯 結果你怎麼 什麼也沒拿到 所以你看 所以我才說這個 國際政治的妹妹 你踩到了 人家不可以侵犯的一條紅線 就現在好 所以伊朗人已經鬧翻了 它不只這樣 我跟你講 事實上中國有時候 在搞國際外交 或是怎麼樣 有時候真的太過過國的時候 會招來反效果 這是什麼 這是發生在這個克布爾 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 因為很多的這個中國 因為中國現在可以說是 在阿富汗是最大宗的外資 所以他沒有進去 那這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有武裝的人士襲擊了這個飯店 那這個飯店是什麼 因為是中國籍的飯店 它這個飯店叫做桂圓酒店 它因為中國老闆來這邊經營 來這邊經營之後 你知道因為中國很多座 也讓當地人很不滿 所以說乾脆就進去攻擊你 我們昨天講 泰國現在對中國人很不滿 現在連在阿富汗 對中國也不滿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 當地的這個民眾 覺得你來這邊掠奪 所以你看這是中國的這個媒體 他們拍的一個狀況 他告訴說 裡面有非常激烈的槍戰 還有十幾次的這個爆炸案發生 他擺明了 就是你看 這裡面有很多這個影片 你看這對面馬路上面 就看到說 武警站在這個 對面的屋頂上 阿富汗的武裝警察 準備要槍殺這些人 那這些人就說了非常清楚 我們是針對中國而去的這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你看 不只這樣 還有斯里蘭卡 之前我們就講 他不是債務重整嗎 整個國家 現在這個破產的危機 今年甚至連油都沒有 就像最近一段時間 他們開始發起什麼 中國滾蛋 中國滾出去的這個運動 所以事實上現在整個 因為你在過去一段時間 你怎麼掠奪人家 然後你不注重當地的 政治的這個狀況 但是問題是 你不能夠踩到對方的 不可逾越的紅線 你踩到之後 現在這個中國這些大麻煩 你一帶一路 這樣不斷地撒錢 最後證明了 撒錢這一招是沒有用的 不是 那斯里蘭卡講的 要求債務重組 就是我不還錢了 對 我不還錢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他們斯里蘭卡的人都說 那是前總統已經把他A走了 不關我們事 所以現在他就直接說 中國滾出去 那這不是只有發生在斯里蘭卡 很多過去一帶一路的國家 包括說什麼巴基斯坦 然後斯里蘭卡 阿根廷 遼國 他們可能 因為目前都欠你一大堆錢 他們也可能都會發起中國滾出去的運動 好 剛才講的 中國一直想做世界的老大 做世界的仲裁者 可是現在才知道 要當老大哪那麼簡單 這個世界各個國家都有一些 跟這個坑坑巴巴 恩恩恩的事情 你只要一介入 失了孤情 得了孤情失草意 這次我來要拍沙烏地阿波的馬屁 我給你買了很多石油 買了很多天然氣 本來想說我要用人民幣 來作為石油的這個結算 沒有 沒有用人民幣來取代美元 更可怕的是他得罪伊朗了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寶吉哥你看 在這個伊朗他的報紙 直接看 我完全看不到那個字啦 經過翻譯才知道說原來 對不對 台灣的這個獨立也是 是格法權益 是理所當然的 然後呢 文英雄出現 我們的國旗出現 怎麼可能會這樣呢 這不是從來 你再怎麼爭取都不會的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習近平 他會犯這個錯誤 我覺得 基本上過去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你知道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之間有這個敏感 那我就問 寶吉哥我舉個例子 我們台灣觀眾朋友一定都懂 你對於那三個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那三個島你不熟悉 可是寶吉哥 釣魚魚台我們很熟悉吧 台灣講釣魚台 大陸講釣魚島 日本講 尖閣諸島 去年二月 中國大陸有海警法上路 他就把海警團派到那個 釣魚台附近去 他去巡邏 日本智慧隊出來以後 後來Kirby 當時他當國鋒發言人 他就講說 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 他協防範圍包含了 這個尖閣諸島 他只用 我用支持 我用兼閣諸島 代表我支持日本 好那你這樣是共同聲明嗎 不是吧 就是回答記者問題而已對不對 才隔兩天而已 公開再開記者會 表示道歉 我失言 他說回去啊 因為他知道說這個東西 是人家主權爭議 很敏感的 對嘛 所以叫主權是什麼 是寸土不讓 然後呢 敏感話題呢 是盡量模糊 就要像李律群一樣 講廢話練習嘛 你怎麼會 而且這個是怎麼樣 這是習近平去訪問 沙烏地阿拉伯 兩人坐在那邊 發表了共同聲明 所以伊朗當然是直接跳起來 直接告訴你啊 你弄我三個島 我告訴你 台灣就是可以獨立 因為如果你照這樣講 而且他也說 那是伊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對啊 所以你今天 中國大陸不應該去踩那個 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中間的紅線 但是這也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過去其實 基本上中國大陸這麼做的時候 可能私下會去溝通 可是你這次看到 這次伊朗的動作非常大 立刻把這個中國大使也招來了 直接跟他抗議 然後呢 民間他配合了 所以他是個強勢的反擊 那過去大家其實對中國大陸是不會這樣做的 可是呢 現在中國大陸的議題 也不是大家百依百順 而且美國跟中國大陸抗爭過程當中呢 習近平可能沒有想到 因為他今天想要跟沙烏地阿拉伯交好 所以他做了這個對伊朗不利的聲明 他應該沒想到 伊朗的反彈會這麼大 但把這個問題來 台灣現在目前不只是伊朗 包含了像是立陶環 像很多國家 都因為跟台灣的接近而被中國大陸懲罰 但你知道一個懲罰 那大家如果屈服下去也就算了 一個懲罰一個抵抗 然後到處各地 五大洲都有人講說 我們支持台灣是一個國家的時候 那事情就會變得很麻煩 這我也聽過就是說 中國有幾個地方 他的專業程度非常高 那是不可以隨便進入 是外交體系 外交體系一定是從基層 而且是非常瞭解 他的外交體系 怎麼可能犯這麼 這麼笨的錯誤呢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就講 我覺得我對這個事情 感到非常呼籲 中國大陸應該知道 當他跟沙烏地阿拉伯 發表這共同聲明之後 把這三島的爭議 直接選邊站以後 伊朗一定會有強烈的反彈 只是這一次伊朗的反彈 可能出乎中國大陸 他的意料之外 好 惠哲 另外對中國來講 最早天還是什麼 他的疫情可能倒爆發 因為他這個疫情就是什麼 我不能再翻下去 整個經濟都完蛋了 我的年輕人出來 又要給我鬧了 可是我已經砰 你砰下去了 北上廣全部大感染了 真的是全部大感染 而且你知道現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光以北京來講 他一天12月11號 他發燒人竟然來到了2.2萬人 是平常的16倍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就是他們在一聲令下 把所有相關的檢測站快猜賽 全部都猜除了相關畫面 那說猜就猜 說猜就猜 說猜就猜 而且很誇張 有上海 QR Code都沒了 對 然後上海跟北京有 花了好幾億所蓋的 上萬床的方艙醫院 也全部都猜了 所以猜了 那照你說的已經 你看 這是猜方艙 對 這是猜方艙 而且好幾億人民幣所蓋的 說猜就猜 然後他們就心裡想說 那照理說一聲令下 那應該很多人都要出來 很多人都很開心 不是要自由嗎 那現在政府已經下令 可以不用再 已經可以解封了 都沒人 為什麼都沒人 我們大家怕去 很怕 包括上海 包括北京 反而大家路上都沒人 唯一有人的地方是在哪裡 全部都是在排隊買藥 買什麼藥 連北京這種 零下-6度的情況之下的話 還在排隊在買藥 很可怕 排多長 而且他們就說 排到就是 如果你能買有多少 買多少 買到後來人家所有藥 變成要用配擠的方式 最好的藥 你可能只能買 你要買其他兩三百塊 人民幣東西 你才能配到買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退燒藥 然後還有包括什麼 包括就是說 你現在這所有的東西 堆在路上 沒有很多人是這種搶藥 搶來的 但是 就是他們搶購的這些藥品 全部你看 一個人搶這麼多 搶這麼多 而且排隊買了結帳的非常多 而且他們做這一波搶藥 已經從中國自己內部 搶到了香港 搶到了香港之後 還搶到了東京 搶到了大阪 甚至連墨爾本都弄搶藥 然後搶到大阪之後 人家大阪的那些日本的人 還說你們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短時間搶藥搶成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就還有什麼 大家在擔心說 中國現在要進入那個那個春運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所以你要怎麼樣 你要春運 你只能排隊 再買更多藥 你才有安心 才敢回鄉返鄉去 那現在就所以 整個中國都面臨到一個搶藥潮 而最誇張的一件事情 大家認為 在那個在封控的時候 大家忙的是搶菜 結果沒想到解封的時候 大家忙的竟然是搶藥 那另外一個情況是 你知道現在發燒的情人越來越嚴重 從北京從武漢都有那種人員 就是醫療人員都出現了一個集體感染的狀況 他們現在醫院裡面 醫生感染的這個機率太低了 太高了 醫生感染頻率太高 是醫院很多醫院都無法運作了 沒有辦法運作 他們說現在主要都說這種發燒的病人 發燒病人之外 如果你不是快要死的急重症 他們幾乎都不會讓你進來看 所以他們說光是以北京來講 竟然就有數千名癌症病患沒有辦法化療 算得癌症 但是你沒有馬上死亡了 所以你竟然沒有辦法化療 第二件事情更誇張一件事情 是因為太多人湧進到醫院裡面去 所以北京現在有去 據說有醫院下令 怎麼令呢 就是你們的醫療人員 不要快塞 為什麼不要快塞 因為擔心你一快塞出來之後 你又陽性 你一陽性 你又要休息 你一休息之後 人手就更不足了 那剛剛講到這北京的狀況 現在連河北 河北也很誇張 河北武漢 這就有傳出說 很多的病人 跑了三五家醫院 才有辦法收治 而且他就講到說 為什麼我跑了三五家醫院 才有辦法收治 因為他們說 至少有三十趴 或者是甚至有一半的醫療人員 一樣都確診 那也有人說 也許他不是確診 也許他只是擔心自己會確診 所以謊稱自己身邊 不敢上醫院去執行勤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中國雖然是解封了 但反而是各種亂象頻傳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 就是說 大家在忙著搶藥嗎 你知道除了搶藥之外 還搶什麼嗎 還有搶口罩 所以他們就說 在百度上 竟然出現那種搶口罩 那種快速的搜尋引擎 竟然是呈現 非常巨幅的一個成長 還有一些相關的亂象 還有什麼亂象 就急診室的老人們 就在等啊等啊 等什麼等病床 等不到病床就只能這樣子 在急診當中 那樣生命漫漫的流逝 那另外這種搶藥槽 也將是不斷的從 剛剛提到北京香港 搶到了日本 甚至連墨爾本 這個部分都有 所以你現在所看到的 全部都是在 而且現在非常擔心就是 原來我家看了一個數字 他們老人家打疫苗的比例 非常的低 而且他們的集體免疫的能力 非常低 那就算好了 你知道Omicron 他致死率不高 可是你整個發展下去的話 他還是有上百人 他兩百萬人會因為這樣而過世的耶 事實上而且提出這個警語的是誰 是他們自己之前的一個封控的主任 他直接都講到說 因為現在一下子解封的情況之下 然後他們的 剛剛提到的老人的接種比例 尤其是他們如果是打國藥 科興這些的話 短暗不到三個月 他們的那個防疫力 可能已經降到不到兩成或三成 所以他們現在都在預估 最可怕的一個情況是 大概有九成的中國人可能都會確診 有的是無症 有的是經症 但是死亡率的話 可能至少會有 一百五十萬到兩百一十萬 那更可怕就是說比較 應該是說更保守一個估計的數字的話 他們預估大概會有2.7億的中國人 有可能會確診